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贵宾是 陆港镇长许志宏 镇长你好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 许多民众纷纷表示憋坏了 最近因为疫情趋缓了 陆港镇供所规划了 陆港四季红下闹端阳的系列活动 希望提振陆港的 观光跟经济 请镇长为我们说明 系列活动的精彩内容 好的 我们主要规划活动 是以传统民俗为主 在工会堂有相报的DIY 还有彩绘的立带 亲子趣味竞赛的吹龙桌 还有这个蜈蚣进走 路上行舟等 优胜者有奖金 以及商圈的折价券等好礼 端午节当天还有请大家来品尝 只有在这天才吃得到的煎爹 今天再加上我们陆港特产 变成一个很美味的蜈蚂煎爹 错过了就还要等一年 那尤其我们蜈蚂煎爹 说真的是我们陆港的一个传统一个习俗 到了五味五冬午节这一天 那家家户户都会来做这个煎爹 那煎爹主要它的食材内容 就是以这个面粉 还有就是调一些 比如说太白粉 还是就是糯米粉 那以差不多三与七的一个比例 那如果要做咸的 就是加了少许的一些盐巴 那来做一个打成一个面糊 那如果要做甜的 里面就是再加一些糖 来打成一个面糊 这次我们公所所集团 就是农入地方的这个蜈蚂 因为六港的蜈蚂是 到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肥美 所以蜈蚂也是非常一个 豪夷的这个东西 那把这些蜈蚂跟这个面糊 然后经过这个平底锅的一个建筑 成了一个蜈蚂的间谍 那也能够呈现说 我们六港有在地的文化 以及我们用在地的这个生态的一个食材 那把它农围在一起 可以呈现更不一样的一个风味 那在五五秒 还有龙三四都有一系列活动 尤其在龙三四 在6月25 6月28 四天的假期 有书画展 以及DIY体验 还有摄影展 离鱼闯关等小游戏 还有五五秒 在6月25 还有6月28 四天的假期 有穿街走向 寻找路岗位 活动 包括随应目科的版画 展以及DIY的一个体验 文武庙寻宝 还有路上行舟 竞赛等 优胜者都有一些奖金 参加者还赠送我们的一个商圈的一个优价券等好礼 是 那政长我们知道说这个很多的活动都可以透过您的粉砖 徐志宏的粉砖可以看到直播 那我们在路岗也可以看到国际龙洲赛盛大的举办 是不是也请政长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活动是在什么时候呢 好的 那在我们的龙洲的一个锦标赛是在排定在二四二五 在我们路岗的这个圆大牌在那边来做一个举行的一个比赛 还有一些在防疫的方面我们比较好掌控 那如果到夜间那个是那个人间度不高 所以我们今年是采取日间的一个龙洲赛这样子 是 白天看龙洲赛晚上就一定要到这个路岗来穿街走向走一走吃美食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民俗活动 丹武佳姐请政长再次号召大家一起来路岗祈福观光旅游 那在我们工会堂且也有一系列的活动 针对就是有那个尖尖爹还有香包的DIY 还有这个武功的一个竞技 还有很多的活动 那在我们贵乃乡艺术村也有办理礼担 还有跟金记理的大师来做一个DIY的一个活动 那在我们龙山市也有这个书画展 还有我们的一个摄影展 还有我们的文武庙都有推出的很多的 比如说也有我们路上的一个龙洲的一个比赛 还有说一些童玩 一定都会在呈现在我们路岗这些地方 那也欢迎所有好朋友能够力领我们路岗 来一起来共度一个端午佳节 那路岗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博物馆 可以说走到哪里就有什么东西看 走到哪里就有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路岗的最特色 所以来到路岗处处都是一个好景点 迎接防疫新生活 欢迎大家走出户外晒太阳 来路岗乐闹庆端阳 我是路岗镇长许志宏 欢迎大家来路岗吃尖堆 彩绘立蛋 彩绘龙洲DIY 吹龙洲 路上行洲 好吃又可以拿香包 奖金还有老街 庙口商圈 折价优惠券 好康大放送 2020路岗四季红 下纳端阳 6月13号到6月28号 等你来哦 路岗四季红 一年四季都要让你红红火火 谢谢我们镇长许志宏 谢谢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来路岗哦 好 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陈氏搜查线 咱们下回见